前段时间广西民警也抓到了一个电动车盗窃嫌疑人 嫌疑人被抓的时候呢也穿着同款卫衣 觉得自己我特别威慌逍遥法外 但你知道那一条新闻当中 民警最后还怒刷了一把存在感 打印了一张法网灰灰输而不漏的纸条 让嫌疑人拿着拍照 跟他卫衣之前的逍遥法外四个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民警干的不太好 这八个字打太小了 一个再大一点就好了 当然这网友的笑声还没消呢 逍遥法外反被抓的故事呢又上演了 一样的卫衣相似的剧情 要不是仔细确认时间地点 主角确实都变了 我都不敢这乐道 网友也是这么说的 就这卫衣怕不是有毒吧 或者干脆就是张学游演唱会统一指定服装 逍遥法外有毒 逢凶化吉好像也不怎么领 时间再往前推一点 八月底呢济南市公共产局也抓获了一名载逃人员 这名载逃人员当时穿着印有逢凶化吉字样的T恤 希望能够保佑自己顺利的渡劫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劫是没有渡成乖乖的认罪服法 对不起 对不起